新北市屋來國中小十七日參加一百零學年度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 九年級二十八名應屆畢業生全部錄取 在這次擴大免試名額教育政策中 新北市唯一的原鄉中學 連續兩屆畢業生全部錄取 師生們感到非常欣慰 新店 新店高中 我也是新店高中 第一志願 就是覺得可以幫家理成蠻多錢的 因為那是國立高中 免試入學的管道其實可以讓學生更早知道說他自己未來的一個走向 他如果說有學術性向的一些學生 他可以很快的進入一些公立高職 那有職業傾向的一些學生也可以選到自己喜歡的一些職業類科 讓他們自己的未來可以更加確定 儘管一百零一學年度免試入學全數錄取 無來國中小應屆畢業生也減輕積測考試的壓力 但是面對未來免試入學名額的變數 校方提出自己的看法 基本上免試入學的一些教育政策 我們也是希望說能夠盡早讓我們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提早讓學生跟家長做一些了解 我們也比較容易做溝通 所以學校這邊 我們還是希望學生能夠在他的一些基本的學習上面 能夠有所發揮 不要因為政策的一些改變而就荒廢了自己應有的學習 就玩遊戲的時候啊 我可以就是找那個時間比人家多讀五分鐘也好的書啊 對啊 就是讀一些 就是課外讀物來增加自己的另外一些知識這樣 在這次一百零一學年度擴大免試入學政策中 國中畢業生全部錄取分發的校區也與大臺北為主 而消防與家長也做好充分的溝通 為學生三年來的成績與興趣選擇適合的學校就讀 記者賽星北市烏來採訪報導